教学班的教学团队 各位同学大家好 我们是桃园中央教训班的教学团队 教训班的学员来自社会各行各业 有学生,家庭主妇,还有新住民 市农工商都有 也就无法用同一套标准来上课 但目标是一致的 有驾照也要安全驾驶 这个教学网站的建制 提供一个24小时学习平台 也是终身学习的课程 开车是一项习惯养成 也是经验传承 每天的车祸新闻 造成许多家庭破碎 还有经济损失 希望借由网站课程的学习 能够驾轻就手 轻松安全开上马路 短短35天就能拿到驾照 除了驾照以外 你还需要什么 我们教训班又可以给你什么 什么是学科课程 学校考试我们一定会准备 要考的科目 考驾照也是一样 比试跟场内考加上公路考 比试就一本读本教材 看过一两回 再测验一下 基本上没有问题了 入考 多开几次驾轻就手 也是一样没有问题 最麻烦的是考试内容没有的 就是经验传承 如何把安全驾驶经验 传承给每一位学员 是我们努力的目标 学会开车 你的人生又进入另一个新领域 也会因一张驾照有所改变 我们希望透过新手驾驶快乐学习王 让这改变是正向能量 车辆成为你最佳事业伙伴 这是网站设置最大目的 无法平安回家 一切都是零 因为人生没有后悔要 也无法重来 有据广告词 投资有风险 有赚有赔 申购前 想为公开说明书 我们想问驾照是不是一项重大投资 答案是肯定的 因为付钱来学习开车 就是投资 当你有驾照 会带来什么风险 看了这张图 你就知道什么叫风险 除了金钱损失 也危及生命 所以不让意外 发生在自己身上 就是最大的获利 这是我们要谈的话题 我们都知道货比三家不吃亏 考驾照你比的是品质 还是价钱 还是选择一家 用心经营的驾训班 这个问题 你要想清楚 因为攸关生死 我们很重视这门课程 我们在柜台提供QR Code二维码 进入新手驾驶快乐学习课程 驾训班课程分两部分 教练教你开车的方法技巧 是数科 学科就是教室的课程 为了更有效率的帮助学员学习 我们把课程建置在网站上 学科课程内容 建置了许多影片 友善来服务新住民学员 进入课程有六大单元 第一单元 公务机关宣导篇 第二单元 学科24节 第三单元 汽车提库 第四单元 汽车提库测验系统 第五单元 机车课程 第六单元 影片教材 24节 学科课程说明 第一节课 认识仪表版 目前新车 有许多新的设计 所以跟传统式的 有些不同 内容我们制作了 许多影片 让初学者 更容易了解 第二节课 当你掀开引擎盖以后 会发现许多东西 你不认识 也没看过 直接点减进入 了解它的功能 与保养方式 因为以后 它跟你息息相关 第三节 汽车概说 内容谈到车辆眼镜 车辆的类别 汽油柴油的差异 车辆使用性质分类 以及气缸排列方式 第四节课 引擎盖说 内容谈到引擎底盘系统 第五节课 车辆五油三水检查 谈的是车辆基本检查 课程也谈到风扇马达检查 也会告诉你 如何看引擎的状况 第六节课 保险师检查与灯泡更换 内容介绍灯泡种类 以及如何更换 第七节 电瓶的特性与外部检查 车辆启动的时候需要电源 电瓶没有电 车辆就动不了了 所以我们要认识电瓶的特性 以及如何救援没电的车辆 第八节 备胎更换 内容我们会谈到轮胎的生产日期 以及更换备胎时要注意的事项 第九节 驾驶原理与方法 我们从方向盘 谈到手排车与自排车的操作 以及考试的项目解说与介绍 第十节课程 驾驶原理 我们谈的是 马力、速度、重量与安全驾驶的关系 最后我们还会谈到 车辆的内轮差 第十一、十二节 驾驶道德 我们谈的是 梦想与人生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当你努力实现你的梦想同时 你知道什么可以把你的梦想归零吗 其中一项就是意外 课程中 我们看别人的事故 如何避免发生在我们身上 第十三节 急救常事 课程中谈到急救过程的程序 你不晓得哪一天会派上用场 因为救人一命 正照七级浮屠 第十四节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一至八十九条 课程中谈到 排照使用规定 车辆检验规定 驾驶执照使用相关规定 车辆装载相关规定 第十五节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一至三十条 排照使用各项移动 车辆检验驾驶驶执照使用的法则 应接受道路交通安全讲习的违规项目 车辆装载安全带使用的法则 实施开放路间行驶的规定 第十六节 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 三十五至九十二条 内容谈的是 酒驾处罚条例 计程车驾驶职业登记 与载客规定 车辆行驶相关规定与法则 第十七节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九十至一百零一条 内容谈的是 汽车、机车行驶相关规定 消防车、救护车避让规定 第十八节 道路交通安全规则 一百零二条至一百一十四条 内容谈 车辆行驶至交叉路口 优先顺序规定 车道行驶 车辆回转 下坡行驶 车辆车灯使用 倒车 临时停车 停车规定 最后谈的是 哪种情境下不得驾车 第十九节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设施 内容谈的是 高速公路交通控制措施 高快速公路车道使用名称 如何进入高快速公路 什么是系统交流道 高速公路路间使用规定 第二十节 高速公路及快速公路管制条例 浓烟浓雾 强风大雨 如何驾驶 变换车道注意事项 高速公路交通事故处理 行径隧道内 发生故障的安全措施 有哪些人员车辆不得进入 大型车辆轮胎使用规定 大型重型机车行驶快速公路制规定 装载货物进入地板规定 第十一 第十二节 标志标签号制胶学 标志设置的尺寸大小 设置距离 标签设置形态 颜色图形的规定 影片呈现 让学员更深入了解 第二十三节 造势预防与处理 视野视角认识 各种车辆视野视角 第二十四节课 造势预防与处理 内容谈的是如何建立防御驾驶观念 什么是开车保命设计 防止第二次事故发生的方法 确保行车安全最大的前提是 选择安全出路 只要自己不违规 就不会发生意外的错误观念 第三单元汽车提库 也就是所谓的课本 内容有预算书举提库 也加入机械尝试课程 中华民国汽车驾驶教育学会提库 多国文字提库 百大考题解说 内容整理出比较容易搞混的题目 另外加入职业驾照的机械尝试 第四单元汽车提库测验系统 比试不及格 开车再厉害都没有用 白忙一场 两个阶段学习来帮助你如何记住考题 第一阶段进入不用账号密码 12张试卷让学员练习 进入第二阶段需要账号密码的测验 要测验你是否记住 账号密码请自柜台索取 登入后你可以看到12张试卷 进入试卷以后 画面拉到最下方 继续上次作答 完成后脚卷会显示你的成绩 右上角显示你车员的导览 红色部分是被扣分的题目 点击红色部分就可以知道正确答案 第五单元机车课程 1.多国文字版本提库 2.骑机车为何容易出车祸 3.机车驾驶道德 4.道路交通管理法规 5.机车构造与保养 6.机车危险感知平台连结 7.线上模拟测验连结 8.如何提早下班 9.教你骑机车时间 10.机车数科教学示范 第六单元是影片专区补充教材 内容有新手驾驶影片区 考试扣分标准 最后感谢你做出最好的选择 来我们驾训班学习驾驶课程 也代表驾训班 感谢你的支持 祝你顺利考上驾照 行车平安